字幕視頻 歡迎收看KTSR LINGUID 一體貓貓的遊戲影片 上一次玩到2-5左右 這次如果順利的話 應該可以到3-5左右 希望能夠順利下去 那就開始吧 貓貓看到這個橘色的液體讓牠想到絕對不能去碰 我現在是用那個方向劍完差點忘了我有接受吧 因為牠是橘色的 貓那麼討厭橘色的東西我都不知道 而且所有橘色的東西都會傷害這隻貓貓 牠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行就是 是 貓貓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這個有點長耶 房間比我想像段還要有點長 好險好險 這個房間有點窄是嗎 有點忘記 有點忘最後一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如果這隻貓大多數忽略 忽略掉這些細節 大概啦 我只是大約上翻譯一下 如果說翻譯有問題 還緊張會減量一下 啊靠腰 直接用飄來比較快 終有一日他會離開這個鬼地方的 他大概還很久 他開始對這個房間感到皮 有點厭煩了 我也是 萬弱我也是 我 他滿腦子是想要出去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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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好像是說下面有橘色的液體要想要干擾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感覺很有點受到驚嚇 不要,好危險好危險 又是另一個橘色的液體液太糊了 看他這隻不感到害怕了 我應該要來這隻不感到我 來吧,怎麼啦 這隻不感到沒有很高 應該沒有走錯吧 那還好這遊戲都是一本道的 一個道路走到底 就算走錯也很快就發現了 更多跳跳的東西 他只想從上面繞過去 然後就離開這邊 那這隻貓現在真的想要離開這個房間了 但是還五關耶 確定有那麼快 也許下一個房間的門 就是離開這裡的門 呦好險 我剛以為我被吃到 好又到了暗門 暗門的關卡 要不是暗門 暗房的關卡 然後這兩個藍色毛絡絡的東西 一直黏著我好煩啊 討厭 來 好他小的 存償點 不是存償點是 哇 阿靠 阿 還真的是傳償點啊 這個暗房還挺快的嘛 那顏色又開始在改變了 綠色的好像有點跟藍色不太一樣 好像是說看到這個方塊不斷的往上衝然後想要放在他樣子 有趣程度10分之0 他一點不想要說什麼 阿靠 又沒按到 好像說這個奇怪的形狀讓他有點怎麼樣 現在這個形狀會把我把它彈開了 所以這把現在小心一點點 那是你在天啊 那是再次再次流一些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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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個橘色的大方寬抑壓就會直接死掉 開始有難度囉 喝咖啡 咖啡 也許這個就是出口 當然不可能啊 現在有點像這個玩蛋都宅的感覺 更多奇怪的 形狀 那這些奇怪的形狀一直把他彈的到處飛來飛去 那些鬼夜東西一直左右來來回回啊 這些鬼夜東西一直左右來來回回啊 他就在哪裏 他就來回答 再來就來回答 他就來回答 對 他就來回答 他就來回答 靠肥醬居然算是失敗 晶洪若熊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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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